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高血糖会使妈妈原本光滑的血管内壁增厚 血管变窄 这很有可能引起准妈妈的血压升高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认高症了 认高症可不是闹着玩的哦 严重时可能直接危及骨子的生命安全 高血糖还容易导致妈妈养水过多 由于养水过多 胎儿在公交内活动度较大 容易发生胎外不正 子宫过度膨胀 压力过高 亦引起早产 并且宝宝长期处在高血糖的环境中 会因吸收糖过多而长成巨大耳 巨大耳 胎尾不正 这两只蓝鹿虎都大大增加了妈妈分娩的难度 另外 糖是细菌的最爱 高血糖也会容易让孕妈妈处在细菌冰环的包围之中 比如念珠菌就会引起阴道炎 而阴道炎治疗不及时就有可能会引发宫内感染 这对宝宝的危害过去是致命的哦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高血糖是怎么对待宝宝的吧 在回孕早期 宝宝的各项组织器官处在分化形成的阶段 高血糖会影响宝宝组织细胞的正常分化 造成畸形儿 严重时甚至导致流产 并且随着孕周的增加 到了宝宝肺部发育的时候 高血糖又会阻碍宝肺泡表面活性物质的产生 从而影响肺部成熟 肺部发育不好的宝宝出生后 很可能会挺不过去的呀 想想都怕怕 宝宝在胎盘中尽情地玩耍 聚业突破期待 源源不断地把糖送给宝宝 宝宝吃得好 营养自然不成问题 所以只要血糖够 宝宝就像开挂了一样可着长 越长越胖 越长越大 光肌成了个巨大儿 巨大儿在分娩时 由于身体过胖 肩部过宽 通常会卡在骨盆里 通过勉强的牵拉过程 以引发骨壳损伤 有时因为时间的延长 还会发生窒息 甚至死亡 血糖高对宝宝来说也是压力呀 为了把大量的血糖转化到细胞中去 宝宝的胰腺便开始加快分泌胰岛素 这样长期过度使用一线 就会容易导致宝宝的一线损伤 这可是宝宝长大后容易得糖尿病的根源哦 根据数据统计 这类孩子在20岁时被检测出糖尿病的几率是24% 24岁时检测出糖尿病的几率则高达40%左右 多么痛的领悟 多么沉重的代价呀 出生后宝宝虽然脱离了高血糖的环境 可是一线仍会持续的分泌过多的胰岛素 导致宝滴血糖 如果滴血糖持续12至24小时以上 就想造成宝宝脑损伤 宝宝真心伤不起呀 说得这么可怕 道长刻有破解之法 有的呀 看官想求破解之法 回去木一更衣 分享导告 频道自有办法